不知大家有沒有看 ESG 報告呢? 大家會不會很好奇這些數字如何計算出來呢? 這個新系列希望大家用短時間學會 ESG 相關的計算 而今天我們會跟大家講一下溫室氣體排放範疇2 即Sculpt 2 究竟如何計算出來的 開始計算之前我們先認識一下什麼叫範疇2 溫室氣體可以分為範疇1、2、3代表著不同方面的排放 而範疇2就泛指公司的間接排放 即是公司自用的外購電力、熱能、滯冷等能源的使用 而所產生的間接碳排放 簡單來說就是由發電廠或其他能源生產建設所產生的能源 而最終使用者就會將使用量排放計入Sculpt 2 到底要怎樣計算企業的Sculpt 2呢? 我們首先要將所消耗的能源量通常以千瓦時為單位 即我們通常說的kWh 乘以特定電力來源的排放因子 而排放因子代表著每單位能源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檔量的平均排放 公式就是排放量等於購買的電力乘以排放因子 大家可以看到這條公式其實都是簡單直接的 那在香港我們怎樣可以知道究竟用了多少電呢? 最簡單就是看一下電費單 如果沒有的話都可以問一下物業管理公司 香港主要電力公司就有降燈和中電 收到電費單就可以輕易找到需要的數字 而每張電費單有下角 其實都有說他們今年的排放因子是多少 如果找不到的話 大家都可以直接上網找他們的可持續發展報告 裡面會公佈一年的排放因子 那煤氣用量又怎樣看呢? 都是一樣看回煤氣單 就知道自己用了多少度煤氣 我們現在知道怎樣找自己的用電量 用煤量和排放因子 還有一些關於排放因子的資訊 大家都要知道的 其實排放因子有分兩種 分別是地點基礎 地點基礎 反映能源消耗所在電力公司的溫室氣體排放強度平均值 例如是地區能源組合數據 或全國平均能源組合數據 這個方法可能會對企業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提供最準確的估算 而用市場基礎方法 估算溫室氣體排放的時候 根據企業購買電力的財務合約應用排放因子 而不是實際提供給他們的電力排放因子 包括任何能源買賣契約 由於無論用哪個排放因子 都會直接影響到計算出來的結果 所以大家要看清楚自己到底是用地點基礎還是市場基礎 大家真的要下手計算的時候 就要跟從以下步驟 第一步 確認從電力公司或其他來源購買的電量 第二步 確認排放因子是用地點基礎還是市場基礎 最後第三步 計算排放量 大家已經懂得點計不同的ESG metrics 又想更加認識管理ESG數據的方法 歡迎報讀我們Mathus Academy的課程 Best Practice for ESG Data Management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新系列 喜歡的話記得留言、like、share和subscribe 想知道點計其他ESG data 就留言告訴我們 下次見 先加進去 練習研究所 練習研究所